大家好,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节目,我是网友。 在2024年的开始和农历新年的前夕,让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贺年卡的一些小故事,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 贺年卡是一种在特定节日或新年时用于表示祝福和问候的卡片。 这些卡片通常包含了发建人对收建人的良好祝愿,对过去一年的回顾,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望。 在亚洲文化中,尤其是在中国、韩国和日本等地,贺年卡在春节时尤为流行。 人们通过贺年卡表达对家人、朋友和同事的祝福,传递新春的喜庆氛围。 在西方国家,贺年卡也是圣诞季节时非常常见的一种传统,表达对亲朋好友的祝福。 在中国,赠送贺年卡的传统历史悠久。 早在宋代时,人们过年会向上司或长辈登门拜年,到访不遇时会留下一种卡片。 上面,尚有贺年祝福语句,以表亲自上门拜年之意。 到明代,人们多改用有梅花图案的性质,制作贺年卡,成为拜年帖。 贺年卡的形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改变。 以前,贺年卡是个人亲手制作的,到近代才出现机器大量映制的贺年卡。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,电子贺卡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。 电子贺卡是一种通过电子方式发送的贺年或祝福卡片。 与传统的纸质、贺卡不同,电子贺卡以数字形式存在,通过电子邮件、社交媒体、短信等在线平台传递。 它通常包括文字、图像、音频或视频等多种元素,以传达发见人的祝福和问候。 电子贺卡的优势在于便捷、环保,并且可以通过多种创意手段表达祝愿,使其成为现代社交互动中常见的一种形式。 好了,这就是本期关于贺年卡的内容,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 在此,网友以本期播客作为一张电子贺卡,送给正在收听的你。 新年来临之际,网友感谢你一直的陪伴和支持。 愿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,身体安康,家庭温馨幸福。 感谢您的收听,我们下次再见。